好,我们开始进入高年级 在五六年级的阶段 应该是最多寻求外包的年级 就是开始找安亲班 开始找补习班 开始询问说谁谁谁 教得不错的 对吧 一到四年级通常家长都会陪伴 那就会帮孩子一起学习 可是五六年级 有些家长其实都还是怕自己教错 那二方面是因为 五六年级的孩子脾气都比较倦了 就比较难陪伴 那所以可能会有安亲班啊 补习班啊 或者是家教的选择 可是我先讲一个观念 在还没有搞懂底子之前 就是观念都没有懂之前 你一直大量的练习 其实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会讲这个是因为 有记得有一次哦 有一个孩子他去安亲班 安亲班和补习班都有这样子的做法 他去了 我记得他那一次是去补习班 可是安亲班也有这样的做法 他就拿了一本很厚的某个单元 譬如说龙肌与体肌好了 他就拿了这一本很厚很厚的题目回来 大概二三十页有哦 然后呢 那个孩子的程度 其实说真的就大概是二三十分 其实很不稳定 而且也没有很认真 但就想拿了那一本 然后说你拿这一本要干嘛 他就说没有啊 我们老师就叫我们要每一天写 然后一直写一直写啊 我说那你会吗 我说你你观念懂了吗 他就说嗯我不知道啊 那我说那你怎么写 OK 很多状况会是这样子 然后会变成说你就写 写不出来你就背 反正都会从这边出 呃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行为 我自己觉得这是很恐怖 就是你的观念底子都没有打稳 然后就写那个题目 我还真的想不出来你是怎么写的 好所以我想要表达就是五六年级的课内 观念的稳定建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也就是我开始从五年级 认真投入 认真从呃 讲义啊开始分享啊 从影片开始分享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五六年级乱掉 因为五六年级如果乱掉烂掉 那你的国一会非常非常难救 真的不好救啦 就是你自己可以想看看嘛 他公英公倍数 十二跟十五的最小公倍数都搞不懂了 那国一怎么办 OK 好 这是我的前面 呃 五年级的课内 跟六年级的课内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如果你有一个 可以的话 你可以寻求你信任的 呃补习班 或者是真的是 愿意帮孩子一步一步打底的补习班 让他们的底打稳 五六年级的打底 真的是非常重要 好 所以要讲五年级跟六年级的东西 老实说你给了我三小时 我可能还没办法讲完 好 所以呃我先尽量的把我想分享的 跟你们慢慢分析 呃第一个 关键的高年级 这里我列了几个点 但真的没没有全部 就是一个我自己一点点的心得 第一个 在此之前计算能力要够 也就是三四年级的整数 四则运算 什么五十 以五百八十二除以十七 它一定要会 而且要很顺 再讲一遍 就是你的加减乘除 整数的加减乘除 一定都要非常的 呃顺 因为这边如果不顺畅 你在这边就一定会开始卡了 因为你看到数字 假设变大了 或者是小数出现了 那你的观念 你的数感没有 你们的数感 不够 那我觉得 一开始就会有点 我觉得那叫什么 有点恐惧吧 孩子就会有点恐惧 所以呃三四年级的计算能力 一定要够 好当然基本的读题能力也要够啦 就是应用问题个两三行 你不要在那种随便的 我今天看到随便两个数字 就用大的加小的 大的除以小的 呃 这个 这个都是中间的学习习惯要调整的 第二个 音倍数 公音公倍数 一次搞定 五上有音倍数 六上有公音公倍数 那 这些学校 呃 有些学校就分两派老师嘛 第一个就是 你今天在学 12 和15 的最小公倍数的时候 当然第一个 一开始一定是要乖乖列出来 好 12 24 然后15 30 45 就列出来 然后找到他们的共同公音数 这个观念要做 这是五年级的部分 那你六年级就会用短出法 对不对 就会 三 四 五 然后呢 L乘起来最小公倍数叫做60 这个是六上的部分 那有些老师坚持五年级就只能这样 六年级你才能用这个 但我的方法是 你的五年级这边一定要熟 所以我前半段一定会教这个 可是我在五年级的后面一点点 我就会请你学这个了 为什么 因为马上会遇到分数的一分母的加减法 那如果今天真的叫做21好了 21分之 21分之八 加 49分之五 那怎么办 你还在那边乖乖列吗 他们要同分啊 同分怎么办 21跟49 7 23 7 就是得要这样子做 你才能很快点 快速的找到 他们的最小公倍数 对不对 好 所以 我自己的个人建议就是 五上跟六上的公英公倍数 就要把它弄懂 那当然六上有一个公英数 公倍数的应用问题 那又一大段了 那一大段 我就会先放在六上再讲 好 所以这边 我个人的安排就是 英倍数还有六上的短除法 求公英公倍数 要先把它学起来 在五上的时候 再来 整数加减乘除 四年级之前有学到了 那再来就是分数的 和小数的加减乘除 这些最重要的基本工具 你要在五下的结束前就学会 小数的除法 六上才放 但小数的除法你可以让它稍微知道一下 譬如说 47.5 除以 2.2好了 对不起 我是乱写的 可能除不进 47.5除以2.2 这种小数的除法 你也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好 所以 我个人觉得分数的小数加减乘除 这些重要的工具 五下学会 要弄懂 好 再来 应用问题要注意读题习惯 就是有些孩子甚至到五年级了 他还是会跳字 你在读题的时候你会 不读啦 他就是直接看题目嘛 然后就乱跳 那有时候会跳错 所以你会觉得奇怪 你怎么会写出这么莫名其妙的 莫名其妙的算式啊 那你就请他读题 再讲一遍 如果孩子 会跳字的话 你就请他在家里的时候 试着把题目都慢慢读出来 你再听看看 那读完题目之后 你再跟他讨论说 你觉得要怎么解 我们要怎么算比较好 那 为什么要这样子算 一样 丢问题给他 让他去重新归纳他的脑袋 的资讯 最后 未知数 五下学 六上再学 这我会讲到 就是五年级的下学期 有一个东西叫做 劣势 叫怎样 叫做劣势与解题 或者叫做符号代表数 好 等一下我会圈给你们看 那六上呢 最后面 六上的最后一个段 好像在第十单元 第九单元 有一个地方叫做 怎样解题 但这两个都是在讲X的 好 所以如果是我安排 我就会一次在五下的时候 就把X 都先学完整 也就是五下跟六上 这两个内容 一起学习 OK吗 所以X重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 那当X也会了 分数 图解 这些全部都会了 我们就可以 开始多去练习 自由数学的提醒了 好 这边是针对 计算能力的部分 然后那几何的部分 我就先不讲了 因为讲下去会很多很多 但几何你们知道的 就是容积啦 体积啦 表面积 然后单位的换算 然后什么 平方公里 公顷 公母 平方公尺 然后这离顷母子 这些面积的最重要的换算 还有圆 扇形 这些都非常重要 但你知道学到这些东西之前 你要计算能力够强 不然这边 即使你的观念都懂了 你计算能力不好 你在那边全部都 就垮掉 尤其又遇到了3.14 对不对 所以 课内 我刚刚讲的东西就是这里 你在5下的时候 有符号代表数 或者叫做 劣势与解题 怎样劣势 那这个都是讲X的 再来 这边在你6上的时候 这里 有一个等量公里 这里有一个等量公里 等量公里 等量公里 好 所以 我自己会把这里 全部的X 都一次想 讲完整 那当然它的6年级的X都很简单 其实没有到很难 但如果可以的话 就把这里的题型学好 那多一点点X的加强进来 我觉得 到时候 讲自优数学 必须要用X解题的时候呢 才不会 根本完全听不懂 好 那当然6下是很重要的 自优数学的内容 尤其这种怎样解题 这个的怎样解题啊 基本上就什么 核差问题啊 基兔问题 年龄流水 平均问题 间隔问题 好 值得讨论一下 就是这种核差问题 在我前面分享的 中年级的举一反三里 举一反三里面呢 就 有出现了 那它这时候在学到 接受度会更高一点 那唯一不同的是 前面举一反三的 中年级数学里面 不会有小数 不会有分数 可是这边 一定会有小数 一定会有分数 可是它的架构 它的解题过程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 三四年级的东西 加广 对你的这边 一些图解啦 或者是思考 我觉得还是 还是真的会有帮助的 好 这个是课内 必须要加强的部分 那 五六年级 如果课内够稳定 那国一上是可以吃老本的 那个意思是说 五六年级你的强度够强 学的够稳 那国一上你再混一点点 成绩 大部分不会烂到哪里去 因为 观念 单元性都差不多 国一上除了 科学记号 还有指数率 这两个单元 是国小没遇到的以外 其他的 英倍数 公英公倍数 分数四则运算 分数的加减乘除 那还有一远一次 方程式 都是在国一上 会学到的 当然难度还是会比较难 只是说 五六年级 还是最重要的关键 当你五六年级全部都救回来了 全部都 顾稳了 那 你以前的一到四年级的东西 都会补回来 因为五六年级学的好 表示你的一到四年级的观念 也都补强回来了 所以一步一步去打底 那孩子如果一开始的 吸收真的比较慢 没关系 我们就停下来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 跟着孩子去努力 那 如果你们真的有一个 信任的 补习班 或者是什么课程的 都可以 就是请他们去上课 那 但是去上课 回来 你一定也要再看一下 孩子的学习状况 千万不要 不陪伴 然后高年级就放生 这是最恐怖的 因为高年级 一旦放了 国一就会很难再拉回来 这就是我一直在提到的 有些家长头是这样 一二年级就雇很紧 但五六年级就完全放羊 其实五六年级主动没错 他们应该要主动没错 可是我觉得应该要更多关心 因为五六年级是家长跟孩子之间最容易摩擦 但是 也是最容易 变好朋友的阶段 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就是五六年级跟 爸爸妈妈 其实应该是 因为他自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那就会彼此讨论 彼此沟通 所以如果今天两个人 聊得不够 那其实他就会变成你很好的朋友 不像一二年级 因为一二年级还是比较顺从的状态 所以刚刚讲的东西是一步一步来的 那如果你今天有想要自己要快一点点的 你想要五年级就学完六年级全部的东西的 那我们就会势必放弃掉几个 比较不相关的单元 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线对称图形 或者是简单的扇形 我的扇形是那种求角度而已 他可能就给你一个扇形 然后叫你用 用圆规去量角度 那个就比较简单 那个就可以直接跳过 好 那这边是我自己觉得一定要熟练的单元 这个我之前有把它弄成一篇文章 整数四则 应倍数 公应公倍数 好 再来扩分 这就是我讲的计算问题 比率百分率 比与比值 小数四则 X 好 这个是计算的部分 那几何的部分呢 当然面积啦 圆形 柱体体积 表面积 容积跟体积 对不对 然后最后的六下 这边全部几乎都是六下的应用问题 那这边可以很快速的都带到 也就是 孩子大概都知道这些要怎么算了 OK 然后当然那个练习速度一定要乘上1.5倍或2倍 量才会足 所以 这些基本的课内 去买个五年级跟六年级的 的 过招一百回来写 也可以 就把五六年级很快的写完 但一定都要有观念 他至少要知道扇形是怎么算的 扇形的面积是怎么算的 那柱体表面积要怎么算的 这些都要知道 后才能开始进入 我建立的高年级 自由加广 再提醒一遍 一定要每一个课内的基本工具都学到了 才来写这些 课内都OK 来写这些 卡不卡 非常卡 我再讲一遍 你课内都会了 你老师我那些基本观念我都学过 我也都写了 然后我来写这个 会不会很卡 我也觉得非常卡 除非孩子的本身程度大概是前百分之五的 他才能很认真的去推出来 不然 其实这边写起来 还是会有一点点卡 所以 我都跟家长讲说 这本千万不要放给他 丢给他 然后自己写 写不来 真的是写不来 左边这一本就是我讲的 就大概师中都会用的 不管今天是学校 补习班 都是以这一本为蓝图去参考的 那右边就是一个模拟试题 右边会更卡 左边还有一单元一单元 慢慢教你 那右边就是一份试试题 但是全部 你也不知道他哪里冒出来的提醒 有些甚至从来没看过的 但就这样 基本底子打好之后呢 我来慢慢去检讨这一本 慢慢教你这一本 你多少都能听得懂 可是如果你基本工具都没有 就来写这些 那我再怎么检讨 你还是会听不懂 这就是我讲的 五六年级的课内要先顾好 再来写这些 才会比较有效率一点 好 你看哦 他的排列的那个目录 大概是这样 可是这边的整数四折 这边的整数四折 还有这里的音倍数 供应公倍数 其实都已经包含了小五加小六的了 也就是他其实并没有 按照规规矩矩的帮你排列好 没有 就是他基本上都是把五六年级的客内 对不起 五六年级的工具 混在同一个单元里面了 OK吗 懂我意思 所以 来 这个内容大概是这样 你看这个应该是整数四折而已 所以如果今天是五年级的孩子 叫他写这个题目好了 999乘991加999乘108 减999乘1098 好 五上可能就会小卡 但六年级还OK啦 六年级还OK 你看又有这个 这个是不是三年级的举一 就有练习过了 对不对 还有比较难的 这个就难了 99999乘27 减3333乘51 所以 你说老师 这种题目我直接丢给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都不会写呢 那 请问 这个孩子通常没有经过 自由数学的练习 这个不可能乖乖会写啊 好不然不可能 就马上主动 就变得很强大 真的没有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 要不你就陪他一起练习 那不然就是要把 请一个老师来带他这一边 因为这些都是需要人家来引导的 但我的建议还是要有经验的 因为自由数学的引导过程跟课内 还真的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 如果今天那一个 这些 其实这本就要写很久了 这一个整个大概是半年多 除非他快一点点 大概半年内可以写完 但如果今天半年多写完 其实就差不多 就是正常的时间啦 好刚刚讲到自己有一点点累了 语文伦次了 呃 那一本的大满贯的自由数学呢 有些孩子也会这样慢慢写 写了快一年 但 无论如何 我讲过 一开始我就讲过 如果你今天把它当成一个 加深加广的教材 那真的是很好玩 你就可以慢慢练 练习到它六下为止 但如果今天你要参加是失踪考试 因为失踪的考试永远都是在 呃 三月 好 所以 换句话说 如果你五下开始练习的话 你也只剩下一整年的时间 可以用 你在五下一开始练习 你只剩下一年的时间 就要把那一本跟这一本写完 那 我自己就觉得 这可能就是找补习班会比较快 因为 补习班的进度 一定会帮你安排在三月前嘛 那我会觉得会比较有效率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一感一直线上 没有办法开这个课程的原因 因为 如果今天 跟我讲说 老师课内重要还是自由重要 那我当然会觉得课内重要 因为 我一开始就有讲一句话 我说没有读自由数学 没有写自由数学 有没有关系 我的答案是 没有关系 对不对 那 当然如果你孩子已经能力都很够 课内都很强大 想要真的再多增广一些东西 对 那就以这两本为主 好 那为什么 老师 三四年级不是推举一跟特训吗 那为什么你五六年级没有推这几本呢 因为 大部分的人会练习自由数学 都是为了考试中 而试中的内容都以这边为主 居多 所以 反而我自己觉得五六年级的举一啦 或者是奥林匹克的那一种数学啊 难度又更难 那那种难度又基本上 不会难到人家考试中的那种难度 所以如果今天五六年级想要加深加广 我的建议就是以这两本为主 那当然 你的孩子非常强大 而且非常有兴趣 这两本很快他也可以把它搞定了 写完了 那就花一点点时间 然后再去玩我刚刚推荐的那几本也可以 但 如果以难度来讲 我觉得五六年级的奥林匹克的那个难度 大于这些东西 好 那这个是比较接近 一般考试的常态啦 就是 大概都是以这些提醒为主 好 那模拟试题内容 我要跟你讲 考试中是一个非常 变态的过程哦 他可能给你 一体大概只剩下一分到一分半钟的时间要完成 那你知道一分到一分半钟的时间 你还需要去完成这些东西呢 就是 有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题目 好像这一体就国一的题目嘛 那 这个 你可以去翻一下这一本 里面的题目 其实 对五六年级的孩子来讲 真的都不容易 那当然他可以去用这一本慢慢去思考 慢慢去挑战 慢慢去玩 所以 我再回到 那一句话 如果今天把它当成加深加广 没有太大的时间压力 那就很OK 他可以慢慢去玩 慢慢去 去推理 但如果把它变成一个考试工具 然后你要变成 你要给我写快一点哦 快点你四十分钟要给我写完四十题哦 那 可以处理好的孩子就真的会变得 比较少 还是有啦 真的还是有 我看到那种非常强大的孩子 他每一次的考试 一百分都可以到 八十几分 九十分的 因为大概平均都是大概只能到四十分 五十分 但如果有那种八十九十分的模拟考 这种四周模拟考的八九十分的孩子 那真的就是很厉害